要说现在做生意竞争多激烈呀 商家呢是八仙过海各险其能 各村想各村的高招 就比如说加油 不少这加油站都通过增值服务来吸引顾客 你比如说免费洗车 那挺好啊 就这种便宜哈 我经常占 可是这个加油免费洗车的好事 到了胡大哥这儿却出了一件闹心事 这车也太惨了 看着都心疼 还在自动洗车机里的车 前引擎盖部分已经高高翘起 并且发生了变形 胡大哥说他来到中汇能源加油站 准备凭洗车卡免费洗个车 没想到车子进入自动洗车机 十几秒的时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当时坐在车里 然后他的机器就碰的一声 把我那个机盖全部嚼起来了 我就按喇叭叫他们工作人员立即停止洗车 当时有点害怕 这个机器如果到时候一直往后脚的话 那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事情发生后 胡大哥找到了加油站 提出了赔偿的要求 可对方 他们就说那个维修费用 一人出一半 我觉得不合理 因为是他们机器把我车弄坏 怎么这个费用我怎么会承担呢 他们说我车也有问题 问题是车我进来的时候他们都是好好的 胡大哥告诉记者 事发后那台洗车机就已经暂停了工作 而他在现场多次与加油站方面沟通 始终也没能就如何解决问题达成一致 第二天中会能源加油站站场表示 胡大哥不是他们的会员 原本是不能享受免费洗车的 我们针对我们的会员免费洗车 扫码洗车 首先他不是我们的会员 我们是免费洗车 你这个要知道这两 对对对 所以说不是说有什么事情 我们都可以说是 此外加油站站长否认他们的自动洗车机有问题 并表示给胡大哥洗车的那台机器 一直在正常工作 没有暂停服务 首先我们洗车机一直都在洗 前后都在洗 唯独他的车一进去就直接起来了 那你们这个设备没有问题是吧 这胡大哥说洗车之前车是好好的 加油站站长说洗车之前设备好好的 那到底赖谁 两边是各说各的理 不是有视频吗 调出来看看呢 加油站站长表示 可以给咱们看看现场的录像视频 洗车现场的录像视频显示 在上一位车主正常洗完车后 胡大哥的车也自动进入了洗车机 视频中车前引擎盖上的装饰条 先是被上下滚动的毛刷顶了下来 接着前引擎盖也被抬了起来 停顿片刻后洗车机继续工作 直到十几秒后 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发现情况暂停了机器 对此加油站站长认为 是胡大哥的车自身出了问题 记者注意到 已经开口的引擎盖边缘和内部 确实都有一些秀迹 不过胡大哥否认自己的车出过事故 他认为这和车被洗坏也没有这些关系 双方对此各执一词 此外对于胡大哥有没有洗车资格 双方也发生了分歧 而且胡大哥当场出事的洗车卡 不被加油站认可 现场另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由于前期发出去的洗车卡 类似于名片形式 没有编码也容易被复制 已经不能再使用了 他们从今年五月开始就升级了系统 顾客只能通过注册会员 或一个星期内的消费记录 才能享受免费洗车服务 而胡大哥并不符合这些条件 据此他们只愿意进行人道主义赔偿 承担修车费用的一半 因为他也不是会员 但是他在我们这里 车子受到了损伤对不对 所以我跟他协商也是跟他承担一半的 人道主义责任 不是说我们的机器有问题 把它洗坏了 我要应该赔偿你 懂不懂 如果说是这种问题 我跟你讲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所有车子我们十倍都能赔偿 记者离开时 双方仍在进行 进一步协商 并表示 必要时可能走司法程序进行处理 这事是双方事先都没预料到的意外 提醒大伙 像坐这种机器自动洗车的时候 这车的后视镜啊 天线啊 还有装饰物什么的 都要事先收好 以免发生类似的麻烦 两边都闹心